這不是演習 一輛電動自行車起火了 住在附近的群眾用了20多個滅火器 從乾粉到水雞 都無法將火撲滅 視頻中只聽到砰的一聲 一個女生尖叫聲 電動自行車燒起來了 周圍的人趕緊拿來滅火器滅火 看著火勢沒有了 一會兒尖叫聲再次響起 又燒起來了 又燒起來了 直到專業的消防員來了 才將火撲滅 3月4日 大陸網絡傳出多段視頻 顯示杭州汽車城一輛正在展出的白色新能源車自燃 據傳 事發當天 汽車城展廳裡 一輛新能源車突然冒出白煙 消防人員趕到後 冒險將冒煙的車開到外面的停車場 接著 車上就燃起雄雄大火 停車場旁邊的建築上 可見杭州汽車城 杭州國際會展中心等字樣 微博上有人詢問自燃的車是什麼品牌 傳播視頻的網民表示 不能說 中國生產的電動汽車 電動自行車由於電池存在重大隱患 頻頻發生自燃 儘管官方竭力掩蓋 但數以萬計的自燃事故 一條鮮活生命的市區 卻無法掩蓋殘酷的事實 有統計說 中國每天有8輛電動汽車自燃 但相比電動汽車 中國幾乎家家戶戶 都有的電動自行車引發的自燃事件 更是埋在所有人身邊的一顆顆移動炸彈 2024年2月23日凌晨4時39分 中國江蘇省南京市宇花台區 明上西運6棟發生火災 事故造成15人遇難 44人受傷 這是2月23日網友拍下的南京火災事發現場 火勢凶猛 從1樓一直燒到30樓 夜空裡 熊熊大火中的一聲聲救命 令人不忍促聽 南京火災後 官方稱事故的原因 是由於放在樓道架空層充電的電動自行車起火引起的 有專家表示 因為高層建築內部的長壁式防火門 未能有效阻隔煙氣蔓延 也是造成傷亡擴大的重要原因等等 卻迴避了電動自行車電池的安全隱患 自中共大力推廣電動汽車和電動自行車後 車輛便捷的電動自行車就成為中國大眾城市出行的交通工具 幾乎每家每戶都以此代步 統計顯示 中國電動自行車的社會保有量已達3.5億輛 年產量超過3500萬輛 均位居世界第一 與電動汽車一樣 由於使用大量不合格的電池 數量巨大的電動自行車頻頻自然 研發火災事故 據中國消費數據 2022年全年共接曝電動自行車火災1.8萬起 比2021年上升23.4% 接曝 居民場所內因蓄電池故障引發的火災3242起 比2021年上升17.3% 而這個數字到了2023年更加觸目驚心 據中國國家消防救援局數據 2023年全國共接曝電動自行車火災2.1萬起 將2022年上升17.4% 一輛電動自行車 電池發生自然有多可怕 從冒煙到爆燃 幾乎就是一瞬間 這是一個車庫 電動自行車正在充電 突然冒出大量濃煙 三四秒過後 直接爆燃 這位男子剛剛把車停下 車子就開始冒煙 然後迅速啟火 爆燃 甚至來不及移動車子 男子穿著冬天的衣服不存在 夏天溫度過高 引發車子爆燃 這是存放電動自行車的車庫著火 從發泄冒煙到爆燃只有4秒不到 跑都來不及 兩名男子將電動自行車推進電梯 準備帶到樓上 車子突然冒煙 好在兩男子迅速打開電梯 及時撤離 電動自行車電池著火後 5秒之內會迅速爆燃 火燃就從電池表面竄出 30秒後 燃燒產生的濃煙即可覆蓋整個房間和樓道 90秒後 溫度就能高達200度 同時有毒的氣體會順著樓梯向上蔓延 這也是電動自行車爆炸產生火災 造成大量人員傷亡的主要原因 在中國 每當發生電動自行車自燃事件 所有的媒體專家都在說 是因為用戶非法改裝 不規範充電 線路老化 使用不當 亂停亂放等原因造成的 中國城市交通協會慢行交通分會秘書長區業 此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 近年 電動自行車火災爆炸事故主要呈現幾個特徵 第一 多發生在非標 超標車輛中 第二 這些火災爆炸事故車輛80%以上為 擅自改裝車輛 或由日常不規範的過度充電 徹夜充電行為引發 官方完全忽略了電池不合格引發火災的選項 電動自行車頻頻起火 真的是因為改裝 不規範充電引起的嗎 北京消防官網今年2月份發布的數據顯示 北京今年1月份共發生了33起電動自行車起火事件 其中 行駛中起火的13起 停放未充電發生起火的15起 而充電時起火的只有5起 只佔了15% 起火的電動自行車 品牌涉及24個 包括雅迪 艾瑪 綠園等眾多中國所謂名牌電動自行車 而改裝起火的只有1起 別以為買的名牌車就不會起火 別以為只有充電時才會起火 面對接近4億電動自行車的保有量 不發生火災真的是奢望 視頻中的這位男士說 對於國家來說 真正應該嚴管的是電動自行車 電池的生產源頭 但在中國 發生任何傷亡事件 最終被嚴管的只能是老百姓 吃虧的也是老百姓 南京火災發生後 事發小區和周邊小區 開始大批量清理架空層停放的電動自行車 然後拉上炸彈 不准電動自行車再進入架空層 空地上停板了被拖出來的電動自行車 視頻中的一位女子說 很多人找不到自己的車 居民們問電動自行車以後怎麼辦 停在哪裡 又去哪裡充電 說事先臨時放在這裡 以後再說 南京火災損失過億 網上都在討論誰來賠償 有專家說 責任方一是車主 因為違規將電車放在樓道架空層 二是物業 沒有盡到管理責任 而對於起火的真正貨跟電池問題 沒有官方層面的任何說法 近年來 由於越來越多的自然事件發生 很多地方政府規定電動自行車不得進小區 或不得進樓道 要求物業必須搭建專門安裝充電樁的停車棚 將電動自行車集中停放 統一在規定的地點充電 例如 廣東省就下發文件 要求在2023年8月底前 全省各社區至少要建設一處集中充電設施 業內人士表示 推進社區有序充電 將是解決電動自行車安全充電的最優方案 也是目前最經濟 最具規模的市場化推廣方案 這種集中停放充電的方法真的經濟安全嗎? 網友表示 電動自行車太多 但充電樁不但少 還特別貴 在深圳 1.5元一小時 一般72V的電池要充七八個小時 這裡就將近十來塊錢了 有的人上班通勤員 一天一充 工資本來就三五千 普通人肯定要算這筆帳 一個月下來也是不小的開支 現在有的小區 充電樁費用高得離譜 前兩年確實是一塊錢四小時 但到後面越來越貴 收費高也就算了 集中停放充電 一旦有一輛起火 就會一燒一大片 2023年2月23日 江蘇 鎮江一個電動自行車 集中停放車棚 一輛車起火 隨即引燃車棚 大火將車棚裡的70輛車燒成空殼 整個過程只用了4分鐘 很多人都會問 集中停放的車被燒了 損失誰來賠償? 這是北京朝陽區 保利家園 一輛電動自行車車棚內自然殃及多車 視頻中的老太太說 物業不讓我們樓上停車 讓集中停車 我們也聽了 這是他們讓放車的地方 結果一個電動自行車起火 把我的車給燒了 物業管理讓我們自己找車主 因為當地消防鑑定說 自然的電動自行車車主應賠償其餘人的損失 自己的車發生自然 按中國的規矩 如果不能證明是車或電池的問題 就得自己承擔後果 但車已經燒毀了 車主又如何證明是車或電池的問題呢? 網友留言說 都按你們說的了 集中充電更安全 啥也聽你們 結果自然了你們該不負責 讓我們自己賠償 我們也是受害者呀 你讓我的車放著充電 把別人的車燒了 卻讓我承擔賠償責任 按規定停放 也沒飛線充電 車怎麼還著火 到底是放在哪裡充電 所以這個問題一開始就抓錯重點了 能著火的電池是哪裡都能著火 不應該先去管電池的質量問題嗎? 南京的火災事故還未落幕 2月27日 網友拍下山東濟南一小區樓洞處一輛電動自行車在未充電情況下發生燃燒並伴有燃爆 濃煙迅速蔓延全樓道內 視頻中能聽到燃爆聲和女人清叫聲 爆炸引燃了其他三四輛電動自行車 單元的一樓整個面積過火 一片狼藉 電動自行車爆燃事件在中國早已經司空見慣 據媒體報導 2月份 僅北京就至少發生28起電動自行車火災事件 但中共官媒及官媒喉舌的評論 往往避重就輕或帶偏話題 《環球時報》的耿直哥 在視頻中評論南京火災時說 不能怪用戶亂充電 因為充電裝太少 也不可能怪物業不作為 因為小區人口密集 人多地少 過不過來 他說 電動自行車充電引發的火災問題 不只是一個小區的消防問題 或物業管理的問題 還說其 諸如人口密集的城市該如何規劃 如何制定標準等一系列的問題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處理這種從消防安全到交通出行到用地規劃等一系列問題的管理經驗 總之 他的意思就是說 火災發生了 誰也不能怪 這麼複雜的問題 誰也解決不了 目前只能摸石頭過河 有網友在視頻下直截了當地說 你沒說重電 電池的質量問題 技術問題 不是在哪裡充電的問題 工廠先解決鋰電池安全問題 再生產電動自行車 這是根本 鋰電池才是關鍵問題所在 不要去扯別的話題 與電動自行車的電池一樣 中國以環保為由 在電動自行車標準上 強制使用國產鋰電池 眾所周知 鋰電池本身存在的最大問題 就是容易起火自燃 且燃爆速度極快 很難救援 如果在有電動自行車和電動自行車上使用大量不合格電池 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除了3.5萬億的電動自行車 中國截至2023年底 新能源汽車保有量也達到2041萬輛 其中 純電動汽車保有量1552萬輛 佔比76.04% 沒有人知道 那些行駛在路上的 集中停放的 正在充電的兩輪電池車或四輪電池車 什麼時候就變成了一道催命符 這是ODI的其中充電樁 一排電動汽車在充電 監控顯示 其中一輛開始冒出黑煙 幾秒鐘後起火 火焰越來越大 燒到了旁邊的貨車 貨車還倒了一下 說明車裡有人 貨車最終被燒毀 不知道人出來沒有 火焰延續到下一輛車 視頻監控顯示 三輛車燃燒的過程只有短短4分鐘 這中間 沒有看到一個工作人員 也沒有見到任何密火措施 有網友說 自己曾經在生產新能源汽車的工廠工作過 場裡專門備有一個大水池 如果車子電池起火了 就直接將整輛車子扔進水池裡 因為根本沒有辦法補救 網友表示 鋰電池容易自燃 但國際車只能用鋰電池 千鑽電池又稱超標車 怎麼辦 中國的百姓只能自求多福 有人質疑 這麼不安全 價位不菲的 質量無法保證的 突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產品 為什麼大力推廣 是誰在大力推廣 這位博主說 電動自行車的鋪天蓋地 源於禁謀令 由於政府將同屬於機動車的電動摩托車和輕型電動摩托車全部禁了 都不許上路 唯一可以合法上路的只有電動自行車 而新國標限制車重 只能使用鋰電池 因為電動自行車的價格高不起來 廠家只能控制成本 所以電動自行車的電池就經常燃燒 經常燃爆 經常爆炸 電池質量不合格 導致電動自行車 電動汽車自然事件不斷發生 但無數百姓生命 財產的損失都沒能讓中共政府真正重視電動自行車電池的安全隱患 江蘇宜星時事評論人士張建平2月26日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說 經常發生電動自行車自然 卻看不到官方任何通報 他通過媒體噤聲 實際對生命漠視 有意思的是 中國電動自行車引發火災的統計數據 都是來自消防救援部門 消防部門想要炫耀自己的業績 無意中卻揭露了電動自行車的安全真相 因此 消防部門炫耀業績的文章也會被404 Not Found 時評人蔡勝坤說 官方不願承認電動自行車或電動汽車起火有深層次原因 中共官方推崇新能源產業 且把新能源產業向全球推廣 但電動自行車或電動汽車存在各種安全隱患 它們幾乎都會去掩蓋 一旦讓人們形成電動自行車存在的巨大安全隱患 也就會導致它的市場萎縮 甚至對其出口構成極大威脅 中共當局除了在全國宣傳並推動國產電動車的銷量 並幫助國產車打擊特斯拉 將比亞迪推上所謂年球全度銷售冠軍的寶座外 還通過國家補貼等手段 試圖將國產兩輪和四輪電動車清銷到國際市場 目前 歐洲和美國出於對國家安全和保護本土產業等考量 正在採取措施抵制中共兩輪和四輪電動車的清銷 但從主流媒體的報導來看 中共國產電動車的安全問題尚未得到歐美國家的重視 好看